接著是Castware給大家看 它說Name the projection 即是投影線 BH的投影線在哪一塊平面上高 現在首先是ABCD 講過投影線去一塊平面 如果ABCD的話 你的線就是這樣投影下去 如果這個投影下去 H 去哪點 H 去了 D 點 B 點去哪裏呢 所以它的投影線就是BD 好嗎 BD 接著再下去 等一下 再下去 再下去的話 它說是BCGF 那你哪裏開電筒呢 就在這一面開電筒照過去 H在這個線 這個線呢 投影了它的面去哪裏呢 H 就去了G 點 所以先寫G 這個B點去到這個平面 又是B點 所以是BG 好嗎 OK 接著呢 它是Name the angle between BH and ABCD 那你B 即是HB 和BD之間的格格是HBD 這個 HBD 或者叫做 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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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都可以 接著呢 BH 和B,C,G,F 的平面 那就 Angle H,B,G 可以嗎 OK 或者叫做 G,B,H 都可以 下一個 Pe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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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Name the angle between 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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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ABCD 那你又是開電筒 這裡開電筒照下去 V點去了B點呢 V點呢 就是 我寫了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V點去了H點 接著呢 B點去到B點 那你那個格格應該是 各 VB H OK 接著呢 VC 和ABCD 那麼 Position V點又去到H C點回到C點 所以 角格就 VC H OK 接著去VE VE呢 V點又是 V點在H E點回到E點 那麼 角呢 就是 VEH OK 那 真的現在呢 就試一下 上網找一下 多些file 弄給你們看 就看一下 多些角 認住先 先認到那隻角 你才有機會找到那隻角的數值 那 現在做一條example給大家看 那 又有一個長方圓的board 長方看 那邊上有8 3 5 叫你找回H 和AF AF AF E D的格格 那你要首先找 知道是哪隻格格先 那 上早問一點 Position Position 記住在這邊 SORRY 記住在這邊 寫一些光線過去 那 H點去到E點 A點回到A點 所以 Position 應該是 EA 那 你找那隻角呢 應該是 H AE H AE 你看不到 阿尚 抽個平面給你看 有條線 叫做 AE H 在這裡 那 你猜一下這隻角是多少度 這隻角是90度 現在你要找這隻角 阿尚 對回一些東西給你看 H E 3 AE AE 不知道多長 AH 都不知道 AE 就這樣 在這裡 即是 這條線 你不是有8 你不是有5 你不是有8 你用不是定理 就要找到AE 先找到AE AE 2次 就等於8 2次加5 2次 大Figur3 所以AE 就等於 等一等 開方89 開方89 有了開方89 我們現在要找這隻角 用很簡單的Tangent Tangent HAE 就等於3 over開方89 HAE 就等於 17.6度 OK 就完成了 有時候 不需要特地用Sign Formular 或者Posin Formular 你都可以找到 它 做多一條給大家看 做多一條 好了 它就說 有個Triangular P-Sum A B C D E F 有7 9 8 10 它想你找回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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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的長度 你用筆線 你要找 那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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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72 次 加 12 次 排Figurium 所以 AE 就等於 演出放和 49 加 49 加 149 至於 AF 差不多 AF 二次 等於 92 次 加 12 次 排Figurium 所以 AF 等於 181 A 寫CN B Part 叫你找回 Angle between Nice AE 和 AF 的格角 阿Sir 抽個平面出來 給你看 記得抽個平面出來看 有幫助大家知道什麼資料 這裡是開方 181 這裡是開方 181 這裡是開方 149 這裡是白 我們要找這個角 用cos formula 就會變成 8 2 次 等於 開方 149 2 次 加開方 181 2 次 減2 開方 149 開方 181 cos 角 E AF 角 E AF 就會找到 壓到他了 那你找到的 答案就是35.9度 OK? 就這樣